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8月6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 直播二的节目 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1个主题叫马化腾接招 北京海淀检察院起诉 腾讯 第2个是跳水冠军的辛酸绅士 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个狼狈的事情,我今天做了一件事情 我买一个电视机 买了电视机想在我们后面做一个背景墙 电视机买了今天安装,安装完了以后我折腾了一个下午,我没有办法把我的 把我们的想用的照片放上去 照片不是放不上去,是放得上去,但是我们只能够 只能够用这个,用这个评显的方式,体像度是很差的,根本就 过不来 而且我们的灯呢会 会在上面,会在这个屏幕上面 反光啊 这实在是没有经验 折腾了很久,没搞成 所以今天搞得我很狼狈 这是一件非常狼狈的事情,不成功 有网友会的话教我一下 教我该怎么办 有没有人告诉我怎么样去把我背后的这个画 变成一个背景墙,我看有些YouTuber他们做得很好 有个电视机在后面 可以把这照片和视频投射到上面去,怎么实现的,有没有人教我一下 好,我们今天讲新闻 新华财经报道 那么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 发布公告 甘愿在履行职责中发现,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的微信产品 青少年模式 不符合 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相关的规定 侵犯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涉及公共利益 现发出公告 请你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机关 和社会组织 在本公告发出30日内 将有关情况书面反馈本院 这就是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发出一个这样的公告 那么腾讯回应,他说 西文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 有关微信产品青少年模式相关公告报道 我们将认真自查 自检自查 微信青少年模式的功能 并虚心接受用户建议 以及诚恳应对民事公益诉讼 我们很重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微信将积极承担起 保护和引导青少年的社会责任 2020年10月 响应主管部门倡议 微信主动上线了青少年模式 并一直在持续完善其能力 目前开启后家长能够设置视频号 公众号 小程序等产品的开放范围 并支持展示视频号 青少年专属内容池 限制青少年用户发起直播以及 直接直播打赏 使用直播打赏 关闭小游戏 币值充足信用卡等功能 我们也借此机会广泛收集用户反馈 不断完善对青少年的各项保护措施 并且持续对青少年进行 正向引导 与家长共同保护青少年的 健康上网生活 这件事情有两个疑点 第一个疑点 腾讯如果是公益诉讼 公益诉讼的话 为什么是北京市海淀区 的检察院去告他 理论上来说腾讯的总部在深圳 应该是深圳的 深圳的检察院去告 怎么是海淀区的检察院去告 这是一个疑问 第二个疑问是 从腾讯的回应来看 腾讯的青少年模式 他没有主观故意 什么叫主观故意 就是 你有一个违法行为 你肯定会有一个主观故意在里头 就是说 你通过这件事情 你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而这样的目的会导致一个 侵权行为 那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的这个公告也没有讲到 他有什么主观故意 会导致这个侵犯 侵犯这个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这个 这个动机 没有提出来 那么你看这个腾讯 腾讯的回应 也没有提 也没有他 他讲得很清楚 腾讯这个责任 回避的非常的好 他怎么回避的 他说 响应主管部门的倡议 这个东西 他这个主管部门要我这么干 我响应他的倡议的 所以这件事情有点 就是说北京海淀区检察院的这个 这个诉讼 他到底能不能成立不好说 理论上来说 微信它是一个公共产品 所有人都会用 那他有没有主观故意去侵犯青少年的权益 这是一个 第2个 他讲得很清楚 这是响应主管部门的倡议 他没有主观故意 所以 腾讯这个回复还是很厉害 那我们现在讲讲 什么是民事公益诉讼 民事公益诉讼 他这个民法里面是这么说 民事诉讼法里面这么说 新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 对环境污染 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 等 损害 社会公众利益的行为 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这就是为了保护社会公众利益 制定的制度 即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民事诉讼 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 民事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 一个是 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 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行为 那么这种叫列举加概括式的规定有两层含义 第1个 一是 污染环境 然后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只有在损害了公众利益的时候 才可以基于 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前提提 这个公益诉讼 那么如果针对 污染环境 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直接请求保护个体利益 那么就不属于这个 不属于公益诉讼的范围 而属于一般普通民事诉讼 即 公益诉讼 这叫私利诉讼 那么公共利益的核心在于公共性 涉及不特定多数人群 的利益 尽管代表人诉讼涉及 众多 当事人 但受害人可以确定 诉讼的目的也是维护个人利益 仍然属于 私利诉讼 就不是公益诉讼 这是第1个 第2个 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包括 但不限于 环境污染 和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 就说 这两件事情是包括的 但是不限于它 这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海淀区这个检察院 上来就说他是 公益诉讼 公益诉讼他说是侵害了 这个青少年的权益 所以 公益诉讼的 适用范围可以根据需要 逐步的扩展 那么鉴于 民事公益诉讼还处于初步阶段 目前适用的范围 展现于 仅仅是限于 污染环境 损害消费者权益 那么今年1月1号 新的民法典实施 全国第一例适用相关条例的公益诉讼 是1月4号江西省 福良县法院 开庭审理一起 跨省环境污染的民事公益诉讼 那么福良县检察院以民法典为依据 主动履职 提出请求判令 判被告某公司承担 污染环境 污染环境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 然后法庭 判 判这个支持检察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 赔一堆的钱 那么也就是说 第1个 这里面两点 第1个腾讯的另外一个靴子掉下来了 那么腾讯终究没有逃过 我们之前讲的这个 讲的这个情况 那么这件事情呢可大可小可上可下 可小的呢往小里说呢 敲山正虎 那腾讯要让腾讯更服帖 更听话贵还不行 还更极端一点 这是第1个小大的呢那就不好说了 为什么 之前阿里是罚了182亿 那么现在说这个 排第3的是这个美团 美团说要罚10亿美元 10亿美元就60多亿 那腾讯 腾讯他现在讲的是微信,微信是腾讯的命根子 容不得半点差池 那么真的要在微信上下刀子的话 腾讯是很痛的 腾讯的麻烦其实在7月份就已经有兆头 那么 当时出的什么情况,还是微信 微信关闭了新用户注册的入口 用户没办法在客户端 注册新的账号 换手机都不行 那么腾讯客户 腾讯客服回复这么说,他说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我们正在进行安全技术升级 期间暂停微信个人账号及公众账号的 新用户注册 然后说,升级预期 8月初完成,理论上应该现在完成了 升级完成后将恢复注册,请耐心等待 然后呢 但是这件事情有点蹊跷 蹊跷在哪里呢 停止新用户注册,是网信办经常用的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呢就是对付这些互联网的平台企业 一个平台企业 新用户注册非常重要 如果你 你把你的新用户注册停掉的话,对这个平台来说是有危机的 那么 网信办呢用这种方法呢 给这个平台的互联网平台呢 一个不轻不重的打击 也不至于把他打死,但是呢又可以阻止他发展 而且可以给他持续施加压力 让对方去改变 让对方去不断的改变 来 证明他自己 然后才解除这种 停止新用户注册这种 这种这个做法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现在所有的 这个进行网络安全审查的互联网企业 全部都已经暂停这个新用户注册,包括像 滴滴呀,像那个那几个 像什么 招联 招聘平台等等,全部都停掉,这是第1个,第2个 甚至你像这个头条 头条 今日头条,今日头条去年9月份 就把新用户注册给停掉 所以呢 所以当时 当时我们觉得 大家还是有点疑问 这个微信 停止新用户注册 看上去他回应的好像 像那么回事,真的可能是某种操作 但现在来看 这就不是 其实 当时就是针对 针对微信的一种处置 真的难为腾讯 编故事打圆场 这个 现在水落石出 就是中国政府要对腾讯下手 动手 不过呢,选择这个 微信青少年模式来动手呢,那真的是没地方挑骨头了 因为之前上个星期是针对网络游戏 一篇网络游戏,大家跌得稀的话啦,但实际上呢 网络游戏讲青少年模式的话呢,实际上对腾讯影响不大 腾讯对腾讯来说,青少年贡献的 这个不多 所以 那么 但是 当时我就,我还是认为 腾讯的,关于这个网络游戏这事也没完 根本就没完 那么今年4月份 国家市场监管总级与二选一为理由,对阿里巴巴 罚款182亿 人民币也就是28亿美元 相当于阿里巴巴年销售额的4% 那实际上呢 当然 中共绝对不是 中共打击马云绝对不是个别事件 这不是个人恩怨 先 在阿里巴巴下手 现在实际上先下手的是蚂蚁集团 蚂蚁集团,蚂蚁集团是比较狠的 蚂蚁集团 最终是要他干什么 蚂蚁集团上来就要他退出这个退出小额贷款 退出小额贷款对蚂蚁集团那是 非常沉重的打击,因为他小额贷款对他来说是 是他的金矿 对他的主要的利润来源 让他把他停下来,这是第1个,第2个 不仅如此 还把蚂蚁集团由这个 金融科技企业改成什么呢 改制 变成金控公司 金控公司那就用金融机构的监管来监管它 所以呢你看现在蚂蚁集团估值我看 三分之一都没有了 非常的惨 这是一个 另外还有一个 取消什么 取消这个税务优惠 那么原来蚂蚁集团 蚂蚁集团也好,原来阿里集团也好 他有一个待遇叫重点软件企业 这个待遇是什么 10%的税率 那现在 9月份开始,阿里的税率是多少,20% 一年前是多少,8% 所以你看 这一改 这些公司 而且大部分的网络公司再也不能够享受10%的税率了 都得恢复到20% 互联网这些企业一年就多交几十亿美元 这非常多的钱 马化腾跟马云是有点不同,马化腾跟政府的关系比较好 早年他就开始配合 配合这个政府 做很多事情 为什么,因为 腾讯原来的QQ,现在的微信,他都是平台 他都是属于基础设施 很多东西都在上面跑 很多上面跑的很多 包括大数据啊,包括一些 包括一些办案啊,政府部门的一些公安的办案啊,都在上面找 找人 只要你找人 找QQ的用户,那腾讯就配合 所以腾讯跟政府的关系是比较好 而且 马化腾也比较会来事 搞什么呢 搞党支部啊,党总支啊 甚至他还有专职的党务人员啊等等 搞了 党总支,14个党总支,党支部275个党支部 那基本上是 党支部建在连队啊,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你看 这个是主动献身,那绝对是主动献身 所以你看 两码 打板子 中国互联网两大巨头,其实就是两大争议 中国互联网就是两大,一个是腾讯,一个是马 阿里 那么每次打板子呢,这个阿里打得重,这个腾讯打得轻 其实他们两个性质是一样的,都是私企 马化腾跟马云的属性也是一样,都是资本家 所以呢 我一直是坚定的认为 只要收拾马云,马化腾就跑不掉 为什么 收拾马云绝对不是一个个别事件,它肯定是一个政策 这个政策 中共的政策叫划线 就是以某一个标准为衡量标准 划一条线 线的这一头全部都要 中招 那你想一下 马云在马云身上划一条线,划什么线,资本家呗 大的资本家呗 大的巨头式的资本家,不就这些 所以 马云出事,马化腾跑不掉 我坚定的认为,我一直坚定的认为 然后市场监督 监管总局 这个昨天我们的消息 就是美团 美团罚10亿美元 那你现在就是 从市值来说 中国三大企业 排第1的是腾讯 排第2是阿里 排第3是美团 那你现在就等于就是 123 全收拾到了 可见什么 你可以看我们之前讲这个习近平的 这个 响指 打响指 一个响指消灭一个 消灭一个行业 那么不断的打响指 打到现在 然后 右手打响指,左手干什么 收拾这些企业 根本就不停步 为什么 老实讲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想一下 这些企业是什么 这些企业全是 生金蛋的鸡呀 对吗 那为什么要收拾他们 如果你要形容的话,这就杀鸡其卵 没有别的 是吧 这 不可理喻 只能这么说 今天呢我就看见这个关于这个全红禅 全红禅的这个新闻 真的看得让人心酸,我今天还想讲一下 全红禅是这个东京奥运会十米台女子跳水的冠军 14岁 他肯定是中国奥运代表团里面最让人心酸的一个故事 那么全红禅拿了这个 拿了冠军之后开记者会 那么他还不大会 14岁还不大会 会回答记者提问,然后留个短头发,向一个人 男孩子一样,然后回答问题害羞 他在舞跳 拿下了24个10分 满分 然后获得了 叫水花消失数的这个美誉 记者问他你怎么做到的 他说 练的 慢慢的一直练 然后他说,接着他就说,他说我妈妈生病了 可是我不知道那个字怎么读,不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 然后就很想赚钱 回去给他治病 赚很多的钱治好他 这讲这个话就让人听得真的是心酸 14岁的孩子 7岁就出来跳水 那么别人问他,他就张嘴就会说这些话 说这个话你看看多懂事 非常懂事 记者问他 想妈妈吗,他说想 想给他治病 你看他就还是记得这个事 他说我游乐场也没去过,也没去过动物园 奥运会结束了想去玩那个抓娃娃的游戏 那么今天晚上啊,我也想吃很多好吃的东西 我特别想吃辣条 哇,这个话一说 真的是 他只能吃 他只想到辣条 你说可见 这背后是 这背后是个怎样的贫穷的故事 所以 这所谓的奥运军团 就是中共拿这些穷人家的孩子 来完成他的 完成他的这个所谓的金牌工程 里面都是这些都是这些穷人家的孩子 那当时你看他这个报道里面这么说,他说 他的启蒙教练说当初选中他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他坦跳好 他当时这个身高1米2 立定跳远能跳1米76 所以坦跳非常的好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们家穷 就是因为他们家穷 他为什么,因为 练跳水 每天在外面跳 跳水晒,你在外面跳晒 那么 这个 稍微家庭富裕的家庭 都舍不得给孩子在外面这么晒 这么晒在那边跳水 他说就是因为穷 所以他为什么,肯定是有经验 很多孩子一看 就剩下两孩子了,可能是穷的跳 然后呢这个 这个人民日报的官方 官方微信 他们在报道的时候 就是 他们很 很精心的把这些 删掉,删掉什么 删掉说我不知道那个字怎么读,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把它删掉 为什么 这句话里面大家能读出什么来 他没读书吗 他不认字吗 对吗 那么你想一下,七岁离开父母去跳水 全红缠 肯定是没有好好地读书嘛 没有好好读书 这反映什么 这帮人 根本没把这个孩子的发展 放在心里嘛,就这个孩子拿来读书 读什么书,跳水 你的任务就跳水 不管,他根本不在意,根本不觉得他这个人生很重要 他的人生就对这个 对跳水队来说,他的价值就是一件事 跳水 他才不在乎这个孩子的全面发展 对吗 然后你可以看这个家庭穷成什么样子 所以呢这个运动员选到了国家队 那就是国家的人 你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去跳水 你是举重队,你只有一件事情去举重 才不管你 读什么文化课,不管你读 这就是这样 这就是中国所谓的金牌工程 背后是什么 背后就是一个一个像 全红禅这样的孩子 他们的人生啊 他们的人生就扔在这件事情里面去了 所以 我们来讲讲这个全红禅,他的背景 全红禅家住广东省 湛江市,所以你看着讲话就很像广东孩子讲的话 湛江麻藏区麦河村 父母有五个小孩 他排名第三 父亲务农 母亲几年前去打工的路上遇到车祸 断了几个肋骨,长期得不到康复 爷爷常年生病,在医院住了十多年 一年的年均收入,一家的年均收入一万一千块 在当地是中下水平 这就是真实的情况 这是在广东 广东湛江,湛江在广东也算是比较穷的地方 然后全红禅进入这个湛江 体校,湛江体校接受训练 七岁的时候 七岁的时候选中,离开父母 去跳水 他不爱念书,成绩不太好 然后当时以为跳水就不用上学了 然后就是四年之后送到广东跳水队 然后进了国家队,每天练习400多跳 不但没办法好好读书,放假也没钱出去玩 他自己悄悄的跟记者说 他一直省吃检用,每个月把这个营养精 运动员都有营养精 寄回家,让父母治病 所以他没有任何多余的活动 拿了冠军,拿了冠军就好消息就来了,然后就这个家门口就有人放鞭炮 祝贺他 然后 在医院躺了十几年的这个全红禅的爷爷 也有人,这个广东省湛江市卫健局的领导 医院的领导也去看他,然后就放心吧,我们会照顾你的 这你看 这个 没有得冠军就没有这个待遇,得了冠军有待遇了 然后这个 全红禅之前说特别想吃辣条 得奖之后 那这个辣条堆满了他们家门口 然后呢,湛江三家企业先后宣布 向全红禅一家赠予金庄住宅一套 商铺一间 20万现金 然后这个国家体育总局发20万奖金 郭英东体育基金会 按照旧例 颁给他一枚重达一公斤的 纯金金牌 8万美金,另外这个跳水队赞助厂商 也有几十万,大概就是这样 那么全红禅夺得奥运金牌 也改善了他们的 也改善了他自己的 这个全家人的生活 这就是全红禅 用他过去 七年吧,七岁开始跳 跳到14岁,终于当了冠军 用他七年的人生 换来的这种 这个结果 国内的各种宣传,什么忠孝两全啊 然后各种 各种宣传 但是有一点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们通过这件事情看到,第1个 中国农村的贫困 是第1个 第2个 中国医疗体系的 无良 中国医疗体系真的非常无良 这是第2 第3 这些孩子的未来 你想一下全红禅 就算他拿了冠军 除非他一直在跳,就有点像福明侠他们一样 然后慢慢的 进入那个体制 但是如果你没有读书 你后面会是怎么样 这个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其实 让人 让人很难过 他是一个人 他是一个生命 他是一个跟每一个其他孩子一样的 其他女孩子一样的孩子 可是他的人生,你可以看他这人,当然他非常幸运他拿到了冠军 那你想一下 还有很多没有拿冠军 垫在底下的那些孩子 这就是 举国体制 的真相,举国体制的真相是什么 举国体制的真相,就是所有的运动员 都是金牌工程的 耗材 所有的运动员 不管你是冠军,还不是冠军 都是中共 金牌工程的耗材 什么叫耗材 拥的就扔的 就是这样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 四个 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谢谢 鸣谢 自由雕塑公园CA,谢谢 姥姥王,谢谢,出门在外赶上直播,问候王先生,谢谢姥姥王,谢谢 情况,黑石收购SOHO 中国事项被 世间总局立案 立案调查 为什么 有情况吗,有具体情况吗 为什么调查 不高兴,让这个 让这个 这个叫什么 潘石屹,让潘石屹跑了吗 不高兴了是吗 情况,澳洲外长昨天表示 中国以恢复中澳高层沟通为要挟 开出条件,澳洲不会接受这样的条件 情绪 为澳洲点赞 好吧 这叫什么条件,恢复中澳高层沟通为条件 什么意思 这个没讲清楚吧 他是希望恢复中澳之间的关系 这个是什么条件,没看懂 能再说一下吗,我没看清楚 情况不知道,王老师听到没,澳洲也酝酿要通过 马格尼斯基条款,是的,我们今天上午已经讲过了 这个澳洲要过这个法案 那现在如果澳洲过了,美国,英国,欧盟 澳洲 那基本上 情况 江苏淮安的疫情加重 淮安市淮英区联防组 凌晨发布关于辖区内 医院关闭门诊,只保留急诊的通告 医疗卫生系统要求排查 淮英区周边的农村 社区卫生院的进修实习人员,原因是检测到 卫生院的物体表面阳性 情况,坐标深圳 今天去菜场 买菜要扫码测体温 观点 大国体制办奥运,金牌是唯一的目标,已经完全抛弃了奥运 奥运会的体育精神的初衷 成了大国崛起的面子工程 每一块金牌,每一块奖牌背后都有着成千上万 被淘汰的职业运动员 相比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运动员都是非职业运动员 有着自己的本职工作 通过自己的努力拼进奥运会赛场 甚至夺取金牌,这才是奥运精神 中国的金牌工程当然没有奥运精神 他跟体育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他是拿来干什么 中国的奥运金牌工程是拿来证明他的制度优越性 是洗脑工具 是宣传工程 和体育精神 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所以中国的奥运 奥运金牌工程是 是体育精神的敌人 观点,中国运动员就是当代 罗马帝国的角斗士 观点,我看了全红禅 全程比赛 每次他完美一跳,获得全场掌声之后 他依然毫无表情 只是在最后得知获得金牌后 教练把他幼小的他举起来 才看见他羞涩的微笑 虽然并不了解他的出身 但那一刻 看他的表情 我却有种很心痛的感觉 提问王老师,请问 美国的运动员也跟我们一样,举国体制办奥运会吗 美国没有吧 美国没有 美国 反正他没有体笑吧 也没有体尾嘛,所以 我们 是世界独一份 这社会主义国家才会这么干 其他国家没有这么干的 所以 社会主义是什么 社会主义是文化的敌人 你可以看,社会主义把所有东西全玩坏了 建议习是2013年上台的,到现在快10年了 希望王老师可以做一个选题 对比13年跟21年这两个时间点 经济、社会、外交、文化等方面 我知道这个选题很大 你可以用半年的时间准备 只选举一到两个方面 在今年年底,习20大连任前的时候播出 谢谢 谢谢你的建议 有意思吗 拿那个来比较 也许吧,也许会有兴趣点 如果仅仅是数字的比较的话 未免会枯燥 未免会枯燥 我们有很多的题目 所以 如果有机会,我们能够进行比较 也不错 看机缘吧,其实大家知道 我们每天做题目,做选择新闻 新闻题目,其实中间是有一些机缘 有每天发生的新闻 有正好这新闻之间的这个碰撞 一些碰撞会出一些火花等等 提问,你好王老师,问一个主题以外的问题 你怎么看 Bill Gates和 MRNA疫苗的阴谋论 我的一位瑞典朋友对此深信不已 并且认为YouTube也被审查 人们不能看到关于 MRNA的负面消息 不知道如何劝导他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对这个世界有不同的看法 我没有看到Bill Gates的这个阴谋论 但我也看到很多阴谋论,但不知道是跟Bill Gates的阴谋论 是不是一样 我不知道 当然有一点 就是 MRNA的疫苗正在使用 如果阴谋论是成立的话,理论上这么大规模的在使用这个疫苗 应该很快会穿帮,如果这个疫苗真的有阴谋的话 但是到现在他没有穿帮 所以这证明什么 证明这个阴谋论不成立 我们知道现在世界上每天都在有很多阴谋论都在诞生 包括什么 包括Deep State 我不是一个,我通常不会相信阴谋论的原因是因为 我没办法证实这个阴谋论是不是真的 你想一下,任何一个理论 你跑到你面前来 你这个理论 你只有在什么情况下相信它 就是你能够证实它,你才相信它 如果没办法证实,我都选择不相信 为什么 道理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运作的 就说如果 如果我讲一个理论 然后不用证明你就相信了的话 那这个世界上做骗子太容易了 你说呢 所以 我需要证明 我需要证明我才会相信这些阴谋论 如果不能够证明我都选择不相信 我只会放在那里 而且我不会往心里去 观点如果王老师读过 显克威之的斯巴达克,里面有对角斗士学校的详细描述 情况,国外除了国际上最热门的那几个 项目的职业选手外 其他大部分运动员都是兼职业余运动员 我自己一个同事就是金牌运动员 去年冬天我发工作邮件给他,他没有回应 他同事告诉我,那个同事请假训练去了,我才知道 对啊,全世界都是这样,本来就是这样 美国就可能就是像NBA这几个职业,有职业球赛的才有职业运动员 然后其他的都没有职业运动员 有职业球赛 职业比赛的才算职业运动员 情绪,据说郭晶晶看了 全妹妹的比赛,退役后的郭晶晶冯明侠 都有好的安排,嫁得达官贵人 惹人羡慕,但不知道还有多少退役的运动员依旧 贫苦 艰难 是这样 你上网搜一下,太多了 不说别的,你去说马家军嘛 看看马家军就知道 知名度够高了吧 情况,举重冠军生病退役后 家属为了给冠军治病,一贫如洗 死的时候家里只有300块钱 死后三年才安葬 现在留下母女两人,全都得癌 最近在网络上乞讨 可以搜一下他儿女 他女儿微博 财经函惨不忍睹 情况,南方财经8月6号店 搜后国家公告,8月3号,邀约方收到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2021年8月2日签发的通知 对邀约方根据反垄断法提交的申报正式立案审查 搜后中国表示,尽管该申报已经获得正式立案 邀约方及搜后中国人 可能被要求提供 进一步信息 及材料 供监管部门审查 截止公告日期,该无任何先决条件 以获达成 他应该完成交易吧,我不记得了,我不记得这个SOHO中国 有没有完成交易 我印象中是6月份吧,是6月份吗,理论上应该完成交易了吧 观点,最近看到两个观点来自 来分析 灭霸响指 一,面对马上到来的疫情溯源真相,带来的外交孤立 习想加速回归文革时期来应对 二,党内反习派 改变策略开始推波助澜 帮着加速,加速习的倒台 我不同意 为什么 你说我这个胳膊我这里疼 我这个胳膊这里疼 那为了解决这个胳膊疼 我去在腿上扎一刀,让腿更疼 感觉不到这个胳膊疼,你会用这种方法来解决问题吗 当然不会呀 对吗,你说是不是 所以 我们不要赌气行吗 观点,关于灭霸打响指这件事,我本人的分析原因如下 一,包子是老毛的忠实继承者 既然已经定一尊,那么他的理想之一就是重走一遍 老毛走过的路,一步都舍不得浪费 二 他个人会认为CCP最 舒爽的年代 就是49年文革老毛死掉 他会觉得那个时候才是CCP 掌握政权,全体民心所向的最佳年代 现在打压民企就是49年后 所有民间企业 归国有,全部抓到自己手里 这样地位才坐得牢 红色江山带带船 将现在打中国从塑回49年到79年的社会形态 这才是他想要 三 经过70年 CCP早已拿捏全体中国人的本性 即无论怎么也不会反抗 加上近10年言论 管控 高压政策 更不会有任何不同的声音,走,想指随便打 想打谁就打谁 姑且一听吧 这种 赌气式的分析 抱歉我不接受 这有点赌气 观点,袭灭网络公司巨头的出发点 和老年人拒绝接受新事物有点像 我也不同意 我也不同意 肯定不是这些 这些太容易分析了 这太容易分析了 这些我不同意 我觉得肯定是别的 肯定是我们有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观点,自秦以后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法家治国 我们已经被讲了好多遍了好吗 那我再见完吧 法家号称法 但这个法根本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公民契约,而是统治者 鞭打人民的工具 法家的根本思想就是,法从来就是依靠 统治者 意志制定 门槛极高 基本上人人都在犯法状态 然后统治者就按需执法 执法任意性,人民就越恐惧 统治就越安全 只是历史上统治者从来都拿捏好 这个度 任性过度的结果就是人民生活被压得苦不堪厌 最后被迫造反 情绪 昨天和一位曾经在国内做过乒乓球教练的朋友谈天 他就说跳水是最无趣的一种运动 花很长的时间 爬上跳台 跳下来几秒钟完成 如果不是穷孩子,想出头,真是不容易练出来 他也告诉我 他曾经 他妹妹在省 省级,省里打乒乓球打得很好 但没有给黑钱给教练 无法去国家队 差不多都是这样 所以教练是最重要 所以教练你可以看 中国没有一个运动员 不恨教练 没有一个运动员不恨教练 说这个运动员跟教练关系很好,很喜欢的教练 那都是求他了 翻过来之后你看他喜欢不喜欢 情况,本人认识一位滑雪运动员 盐湖城冬奥会入场劝获得者 在夏天训练时设施原因,头科 板炎,头盔向后撅起 铲断颈椎几乎冰死全滩 后又经康复训练能 推轮与行走 相遇时他刚20岁 开口必粗话,他父亲说 他在二年级的时候被选中,之后就没啥文化的增进 基础的数学计算都不会 情况,NBA职业球员基本是从 美国大学选 平时他们也有 学专业课程 即使进不了NBA,毕业后也能从事其他工作 情况,吴亦凡的几百万粉丝在 围堵拘留所,号称有几百万人 警察只有几十万,要警察放人,不然 就要劫车劫法庭 老实看看这事会不会演变成为百年前的保禄运动 我根本就不大相信那是真的 我只看了一眼,我没有认真看 我认为这根本不可能是真的 为什么 铁拳比粉丝 强大太多了好吗 我根本不觉得,我根本不相信 有几百万人 有几百个粉丝在围堵这个拘留所,我觉得我不相信这件事情 派三个警察去拿棍子打一下就全滚了 我不相信是真的 观点,我对国内疫情封停的理解是,封停是一种经济形势和权力释放的体验 一层层的政府机构 在等待封城的命令 除了可以体验无上的权力 还有钱花和功劳 这或许是文革6.0的预备动作,你觉得是不是,不是 当然不是 我们严肃一点好吗 我们严肃一点行吗 这个分析太不严肃了 情况,很多地区农村已经开始一人不打疫苗,全家不允许出门 孩子不允许上学 提问,这几天翻看王老师以前的视频 王老师说过,香港是中国重要的技术进口渠道 和产品出口渠道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香港情况会影响 香港作为技术进口这个重要渠道 尤其是在未来疫情之后 中国将无法获得西方的技术吗 香港已经被取消了它的特殊地位 去年的时候 所以理论上来说 它这个渠道已经被堵死了 情况,中国运动项目如体操、跳水、花样滑冰,从小开始集训 基本上都是小学没毕业,非常对 提问,王老师能否简单聊几句 日本当年清华的真实原因 现在在中文搜索里面基本上没看 我不答 这种工作自己去做 好吗 观点,听了一年多老师的节目 使我对待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经济 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能力 谢谢你的辛苦付出 感谢你用职业操守为大家提供真实的社会现象 谢谢 观点 尽管我也很希望每天看到王先生的节目 我还是希望王先生有个完整的星期天休息时间 如果王先生在周日还工作我会很心疼 谢谢 谢谢 被人心疼的感觉真的很好 谢谢 谢谢 令人泪奔的跳水冠军的故事,是的 真的让人很伤心 让人很伤感 中国就是有这么多让人伤感的故事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谢谢